1岁的小安凌晨发烧到39.2度 就医检查发现喉咙发炎 躯干有一颗颗丘症及水泡 两日后回诊症状未改善 身上还出现了许多溃疡 披症也从躯干蔓延到四肢 而10岁的小伯几天前因为发烧到39.3度 脚底出现红症 喉咙疼痛难耐前来就诊 力学检查发现 他的软臄及玄庸垂出现溃疡 脚底有许多细小的红症 这两个案例都是罹患肠病毒手足口病 然后他的驱赶就是他的身上 就出现一颗一颗的丘疹跟水泡 然后我们告诉他就是说 他有可能是肠病毒的感染 然后安排他两天后回诊 那回诊当天就有话 就是发现说他喉咙除了发炎以外 有出现了很多溃疡 那他皮肤的疹子也是从驱赶蔓延到四肢 然后就是确定是肠病毒的手足口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是他第一天就诊的时候 那这是他的身体的这个躯干的侧边 可以看到有这样一颗一颗的这种丘疹 然后有几颗的话 其实看起来有点类似水泡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这有可能是肠病毒 那但是肠病毒一般比较常发生 就是手足口病的话 是手跟脚的病灶为主 那但是他主要出现了躯干 所以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确定 那在第三天回诊的话 这个是他膝盖后面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他的疹子是一颗一颗 很典型的一个肠病毒的病灶 那在检查他的喉咙的话 也可以这个可能解像没有那么清楚 不过可以看到他就有一颗一颗白色的点点了 那就是他喉咙有许多的溃疡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确定是手足口病 那第二位患者的话 他是一个十岁的一个同学 那他也是发烧到39.3度 然后到他是先到其他的地方去就诊 那大概在三天前就诊的话 那个时候是发烧嘛 然后他的同班同学有这个流感的患者 所以他就直接被当作流感来治疗 然后接受了克流感的这个药物 那他这一次来我们这边看的 主要的话就是他的脚底有一些红症 加上说他喉咙疼痛就是受不了 他觉得很奇怪才来我们这边评估 那我们帮他检查 发现他的软垓跟悬悬悬悬悬悬就是我们的那个 喉咙的那个小舌头 那有出现溃疡 然后在脚底两侧都有许多细小的疹 那后来也是确定是肠病毒手足口病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 那这个是他的 呃 因为其实口腔的照相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大概这边主要是呈现他的小舌头上面也有这个溃疡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这个是脚底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他有这样一颗一颗 就是红色的这种小点点这个疹子 他两侧都有 那因为这个照相因为我们这边这个角度比较背光 所以实际看起来是会更红点 好那这个患者的话也是等于说两个患者都是手足口病 那一个是一岁一个是十岁 苏医师说明肠病毒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 以往病例数在三四月升温 也有重症病例出现 民众千万别轻呼 那去年的话 我们CDC的资料是在11月的时候 还有出现重症的病例 还有做这个通报的动作 那肠病毒一般比较常见是十岁以下的儿童 但是其他年龄层 甚至成人也有感染肠病毒的可能 那肠病毒造成的症状 主要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包含了泡枕性咽霞炎跟手足口病 泡枕性咽霞炎的患者他会忽然发烧 然后在咽霞部会出现水泡或溃疡 那手足口病的特色是会发烧 口腔出现溃疡以外呢 他的身体也会出现红枕跟水泡 那由于这个红枕跟水泡好发的部位 藏在手掌胶掌 所以他才得到这个手足口病这个名字 那手足口病要特别注意的话 就是说因为肠病毒患者他们会因为口腔溃疡 然后就是会很疼痛 就像我们第二个案例 他喉咙会很痛 所以他食欲会大减 因此呢如果是有比较小的小朋友发生的这个情况 要特别注意是否有脱水的情形发生 要特别要补充水分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肠病毒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肠病毒重症 那有八到九成肠病毒重症的患者 他一开始都是以手足口并作为初始表现 那肠病毒传染的途径主要是经由呼吸道跟肠胃道传染 那由于说他的传染力很强 无法被酒精有效杀死 所以我们就是戴口罩 清洗手 然后使用漂白水 消毒环境才能够预防感染 那肠病毒的重症呢就是主要说 这次病毒有可能会产生脑炎脑膜炎 急性肢体无力等等的病发症 那比较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心肺衰竭而死亡 那我们五岁以下的儿童 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 所以说如果说 家长遇到说他小朋友五岁以下 然后产生了肠病毒 手足口病 那要特别注意病情的变化 那如果出现像是嗜碎啊 持续呕吐 肌肉型抽素或心薄固素等等重症的前兆 那就要尽速就医 那肠病毒的治疗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 主要还是症状治疗 然后在病程中 要特别注意有没有重症的征兆 那肠病毒的预防方式就是刚才提到的 戴口罩洗手 然后用漂白水消毒环境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外呢 那目前的话是有肠病毒的疫苗 疫苗可以提供接种 台湾2023年开始施打自费肠病毒疫苗 可以预防感染以及降低感染后出现重症几率 建议满两个月至未满六岁的儿童 可以到医疗院所评估接种疫苗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隠秩 se长 暗门